一块陨石从天而降 里面的能量泄露在地球上 紧接着顺管道混入山泉水中 被口渴的大叔喝尽度 一开始 大叔的身体并没出现异样 可到了第二天 腹部时不时会感到疼痛 一直到晚上也没能缓解 反而越来越严重 只见这时 随着大叔全身都在用力 一旁的纸杯直接隔空并扭曲 与此同时 大叔身旁的物件也慢慢升起 下一秒就被大叔用内力弹了出去 屋内听到声响的电竹见状 以为大叔是在故意搞破坏 急忙跑到外边 将大叔撵回了家 回到出租屋的大叔 懒散地躺在地上 下意识想点支烟尝尝 由于兜里没打火机 不想起身的他 只能使劲生哥不够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打火机竟真的到手了 搞得大叔一脸懵 可还没来得及搞情状况 就被突如其来的电话打断 电话那头是大叔多年未见的女儿 找他来参加母亲的追悼会 原来大叔在女儿小时候 就跟妻子离婚了 在这之后 女儿一直和母亲相依为名 两人开的炸鸡店 刚好够日常生活的开支 但不幸的是 一个开发商 相中了他们所在的街区 想要强拆此地 再建商业大厦 妻子之所以离世 重视那群工人失手商人所指 只见第二天一早 大叔穿着西装 匆匆赶到殡仪馆 刚好撞见在门口送客的威威 简单交谈后 父女二人同时沉默 没成想下一秒 害死妻子的人 竟在这时找上门来 女儿见状直接拳脚相向 事后 女儿的好友小帅主动找到大叔 带大叔了解女儿的一切 见女儿生活的如此肩负 心中无比愧疚 尤其是想到刚才那失落的眼神 让大叔感觉自己很无能 直接随手将手里的东西撇出 却不留一旁的垃圾 也跟着飞到路中间 大叔一时间非常猛逼 这才想起昨晚的大火机 对此大叔赶忙跑回家 拿火机再次验证 紧接着 用用身边的物品测试 见物品被自己轻易抬起 大叔兴奋不已 傍晚就来到附近最挣钱的娱乐场所 应聘魔术师 只有这样才能挣到大钱 帮女儿重开个炸鸡店 大叔双手一提 手下的烟灰缸顿时起飞 娱乐厅老板健壮 满眼不可思议 试探性地询问大叔 其中究竟有何奥秘 为了自己的人身安全起见 大叔谎称是商业机密 事实上 是因为大叔意外获得了超能力 这种能力 不仅增强了大叔的体质 还可以帮大叔用意念控制东西 应聘成功后 大叔第一时间来找女儿 向其展示自己的能力 希望女儿能跟她离开这里 可不料女儿根本不为所动 觉得大叔是在耍小把戏 除此之外 女儿还一直对大叔心有怨言 怪大叔当初抛弃她和妈妈 让母女俩受苦受难 间接导致母亲被人害死 见女儿不肯原谅自己 此时的大叔只能暂时离开 但不料回去的路上 刚好碰见大天前来闹事的柴线队头目 正带着小弟们往老揭开 眼看女儿就要身处险境 大叔急忙往回跑 可人腿拿笔的上车咕噜 拆迁队率先将老借攻破 当大叔赶来时 女儿已被那伙人按在地上摩擦 气得大叔神力大爆发 屁股一顶 双手一挡 就拿下三名小白帽 随后左手一挥 再右手一挥 又搞定了数十名 成功将女儿救下 拆迁队老板见大叔如此凶猛 扣在胸上的碗都拿不住了 其余小弟也无人赶上前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小胖被惩罚 就在这时警察终于来了 所有人都被带进了警察局 双方在柜台前距离力争 其中就谈到了大叔有超能力一事 但现在是现实社会 大家都是无神论者 警察最终只能放人离开 拆迁老板只能认宅 此事过后 大叔也加入了保卫老杰的阵营 利用审利堆砌障碍物 帮老杰的人阻拦会再犯拆迁队 丝毫没意识到自己已能双脚腾空 一旁作为律师的小帅健壮 以为是在做梦 每次见到大叔女儿 都不忘夸赞大叔的神用 妇女俩的关系也由此混合 可好景不长 警察这天突然拜访 说大叔跟杀人案有关 要被抓走调查 大叔健壮 只能按规矩行事 跟随警察离开 殊不知 这是拆迁队的圈套 想趁他不在时将老杰拿下 大叔拿起鳞片 放在手心捏碎 一起碎的 还有眼前的车 车主健壮也不敢自身 因为是他有错在先 将大叔陷害进监狱 原来 女人是开发商的美女秘书 而开发商要开发的地盘 正是大叔女儿开店的地方 由于补偿金非常少 大家都不愿意拆迁 可不料这帮人竟动用武力 逼迫老杰的人离开 对此 老杰人只能统一战线 拼命反抗 得知女儿被欺负的大叔 也加入其中 用自己意外获得的超能力 帮女儿和李李解决了不少问题 拆迁队根本不敢招惹这里 但长时间不拆迁 损害了开发商的利益 于是美女秘书想了个损招 联合警察将大叔抓进监狱 随后趁大叔不在的空袭 买通警察武力出击 可美女秘书没想到的是 大叔能在监狱里看到新闻 见女儿要被欺负 急得直接冲破所有警部 快速赶往老杰 只见此时的老杰 已经完全变成残骸 或是异常凶猛 大叔的女儿和邻居 已被逼上绝路 一个不留神就会身处险境 好在危机关头 大叔及时赶到 救了林家大哥一命 与此同时 大叔的女儿已被警察抓住 等大叔赶到时 女儿和警察都处于危险之中 挂在空中的集装箱 正在摇摇欲坠 多亏大叔及时出手 用尽浑身力气 稳住集装箱 才将集装箱救上来 但不幸的是 女儿不慎被甩了出去 大叔见状 急忙冲进烟雾中 站在最后一秒 救下了心爱的女儿 最后来到警察面前自首 五年后 大叔刑满出狱 来接他的不是女儿 而是女儿的朋友小帅 准确来说 现在已成了未婚夫 在途径一片空地时 小帅突然停车 告诉大叔 这就是当年的老结 之所以成了平地 是因为开发商 根本没钱在开发 白白牺牲了这里 大叔见状并没说什么 此时的他 急着去见女儿 可见到后发现 自己连爱都不会表达 反而是女儿先开了口 大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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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 伤召喚 Speczo 和 多分 大叔 新疗 充 大叔 大叔